可是當你碰到一個麻煩的 需要怎麼樣來分手的時候 務必要你就要拿出 那一個方式來對付那一種人 就是分手你還是要用心的分手 不能隨便糊弄敷衍 對 所以說不能說 要不然你就會跟小型 永遠好像斷不了的感覺 對 對 對 問多答案 假的 你覺得分手都是男人的錯嗎 我覺得分手沒有對錯 最重要的 你們剛剛看 誰先提到分手 那個人就真的是錯誤 忍一忍 搞不好第二天就不一樣 對 看誰忍得比較久 就比容忍度就對了 對 其實這個很重要 要不然其實 剛剛你要說分手 我也想分手 可是誰先說 誰就先錯 那你曾經有過這種慘痛的經驗嗎 你說我分手的經驗是吧 其實我跟我老婆結婚 我老婆是我第一個女生 對 這我可以證嗎 因為凡哥是出 所以才是第一個女生嘛 從來沒有碰過女生 以前我們錄影的時候 凡哥都是抱著我們的 有啦 都過來 女生站 走開 走開 這樣很厭對不對 自然結婚都不敢想 以前分手的事情 當然也有過啦 可是以前那個分手 我的分手的方式就是 用時間來沖淡一切 我常常勸一個 就像土中康山沒有結婚 我常常勸一些年輕朋友 像你們的戀情就是太久了 所以分手才會有痛苦 其實分手這種東西就為什麼 它並不是一個衝擊 如果衝擊比如說 有一天誰騎摩托車被撞到 那種衝擊出現了 才會覺得痛苦 如果是已經知道的事情 就是說已經很久了 這事情早晚要分手那種心情 其實大家就比較淡一點點 所以最重要是 以前你交女朋友 你不能夠跟她太深入 是吧 所以說你一直就是回去 兩發愛的一發之後 就可以散 要不然真的有感情的時候 也要靠時間來沖淡一切 那我剛剛講說 看誰熬得比較久 那還有就是一定要 我們常常講說 聰明的腦筋是對付聰明的人 奸詐的腦筋也是對付奸詐的人 所以我們並不是 我們時時碰到我們的家人 或說一些好朋友 我們是不會把這個腦筋拿出來 對付他 對 可是當你碰到一個麻煩的 需要怎麼樣來分手的時候 務必要你就要拿出 那一個方式來對付那一種人 就是分手你還是要用心的分手 對 不能隨便糊弄敷衍 不行 對 所以說不能說 要不然你就會跟小型 游米航斷不了的感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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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 假的 所以說我們要用心的談戀愛 當我們在分手的時候 就不能敷衍了事 那你們曾經跟老婆吵架 吵到說 那 對的嘛 不要 離婚 這時候已經很嚴重了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問題 我不知道孫鵬 你知道你老婆 她最恨你什麼 她最怕你什麼 這個也是啊 不是 她最怕的是 我沒有給她安全感 所以當有一天 你出現沒有給她安全感的那一天 譬如你夜不歸營 甚至電話不通 的那一天 她就會有這種爭吵的意願 就會出現 所以你是說安全感 是 像徐中文呢 我啊 我老婆是最 最怕她回家 不能說最怕我 最討厭我 回家 下班回家以後 悶著 這個辣還好 你這次要打T恤 你這次要打T恤 她最討厭我的 就是下班回家以後 不愛說話 盯著電視看 盯著雜誌看 我老婆最怕是我賭 賭 對 我曾經跟我老婆 吵過一次架是因為 我在拉斯維加斯的時候 那一次因為 我跟她講說 我 因為我去美國 那我們都會賭嘛 但是輸了很多錢 結果我跟她講說 比如說我要去一個禮拜 結果我去第三天 我已經輸了一屁股 我就跟她講 我不賭了 那我老婆就說 不賭了最好 那就把你那個 剩下的那個餘兒 給cancel掉 完了以後 你就不用再賭了 結果我就 趁她睡覺的時候 我又把那個卡 偷偷地從電視上面 我又把她拿下來 她放在電視上面 我就趁她睡的時候 我又把她拿下來 我就到樓下去 又要換錢 又要賭 結果她穿睡衣下來 她穿睡衣下來 她穿睡衣下來 那個通常 而且我那天真的很沒有面子 因為那個卡上面有你的名字 那很多人 賭場裡面 每個table上面 裡面都好多人坐在上面 而且很多人都認識我們 甚至有從那個什麼 那個舊心山來的 就坐在上面 一看到楊帆 來吧 玩幾把吧 那我說好 我就拿卡出來說 我要拿一萬塊美金 那個經理人就到後面 一電腦一刷 已經被人家查封掉 已經沒錢了 然後我講說 楊先生裡面沒錢 大家都回頭看 這個人怎麼沒有錢 還要下來賭 我就看我老婆 穿了睡衣 站在我後面 那我是覺得很沒有面子 是啦 我是不應該這樣做 可是每次都為了這個賭 我那天就跟她打吵了一架 可是我不敢面對她 我是整條路 我就是幹狗到 坐電梯 幹狗到上面去這樣 所以每個都有自己的痛處 當你碰到那個痛處的時候 腦羞成怒的機率就很高了 一次有吵到嚴重到 那那就閃了嘛 好 沒講 而且 當我在罵的時候 其實我都是 不是她走前面 我在後面罵 要不然就 我又走到她前面 開始亂罵這樣 我沒有面對她罵這樣 對 就是走走走 你可惡不讓我 對 什麼東西啊 我這樣罵別的地方 對 一直在罵 罵不完 那我氣到已經受不了了 那你老婆不覺得 你這個行為是非常棒的嗎 她 不太禮物 不過你這個算沒有風度 EQ很好耶 要是我們 遇到這麼沒有面子的事情 男人最要的就是面子 對啦 遇到這種事情早就發狂了 可是你們真的很年輕啊 我結婚的時候 我已經快40歲了 所以我跟了我老婆 可能因為她年紀跟我差距滿大的 所以我比較能夠體諒她 你們大概差幾歲 12 你看 其實是可以的嘛 怎麼會對她講 誰開始差什麼的 誰可以差什麼的 誰可以 你是對她講的 那你就對她講啊 你對我們幹什麼 你都不是 你知道嗎 對啊 你真的還愛她啊 要不要一直都放在這裡 不是啦 我們這個 不過是介紹的書者 你可能弄一個這個 大家好朋友 師出必有陰嘛 對 有什麼像敵音演戲 我們也會講啊 對不對 那我是還愛著她沒錯 你咧 那我也告個 我也愛著我老婆 對 你咧 當然 當然愛著我老婆 那你咧 你咧 來嘛 我也愛著 那孔哥呢 我講啦 孔哥有沒有就是 吵架的時候 不要生氣 怎麼火氣那麼大啊 沒事 吵架的時候有沒有就是 來啊 對不起 你離過了 但是那一次不是我哈拉的 對 但是你 開玩笑我是那個 但是你有沒有有沒有吵架 就是 有 吵到 有 有 最後終於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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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加一個成功了 對啊 因為一隻 這樣子啊 最後我就 棄手啊 我說好 答應你啊 那時候是這樣子的 最近迪音也上節目也在講啊 他說其實你們離婚了以後 沒有再辦結婚嘛 蛤 他說沒有再辦結婚 就沒有再重新再辦 目前還沒有 對 他說幹嘛要辦 反正 簽了還是要離啊 但是我覺得 沒有 有時候怕這樣子 所以也不在乎了 所以 分手都是男人的錯嗎 嗯 我覺得不一定 不一定對不對 我覺得男人會說自己錯了 是因為把他攔下來 剛剛你們說得很好 就為下一次的戀情 早一點出發 嗯 因為這樣會留口碑嘛 對 對 真的喔 對啊 很多女生說你看 因為最怕一種男人是什麼呢 就是說在 不要你離開小嫻 在別的朋友面前說小嫻的不好 嗯 這種很多女生聽起來很不舒服的 喔 我不會 對 小康從來不會說的 對 所以小嫻也不會講說 小康不好的地方 因為我沒什麼不好 對啦 這個是很重要 我們常講是說 捨不得說啦 對 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男女之間分開以後 就算在一起著 也不要去背地裡講一下 對 那個是很不正的 惡劣的就是糟的